好,请看例题 我这个例子啊,做过实际的测试 结果令人惊讶 我甚至相信这个题如果放在考场上 比如说啊,这个题当做 你要当选择填控题 我估计这个有点可惜了 你假如他当大题做 这个题得分率一般也就四成吧 最多四成 至少有60%的人会丢分的 好,我们来看看啊 你看我说对不对 假如A矩阵给你了 是不是A矩阵给你了 这个是不是叫矩阵方程 是不是长挺下人 请你求B矩阵 这里的B是不是相当于X 是不是叫X矩阵啊 我再讲一遍啊 在课本中我们始终把位置矩阵记成X 但是初题人是不会把位置矩阵形成X的 他就写求谁那个人 实际上就是位置矩阵 对不对大家 你心里得有数啊 告诉我 按照这样的初题方式 它不是这三种基本形吧 怎么说 作为这种矩阵方程 是不是先化简再代入啊 对吧 这个话先写下来啊 一定要化简先行 一定要化简先行 而化简的整个的过程 就会体现你对前面所学知识的一个掌握程度了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 第一个拦路虎 就是这个 来抬头看 二分之一 A的伴随的伴随是吧 请问 二分之一 A的伴随的伴随 带于什么 我看看你的水平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考察你了 是吧 你记得熟练 你就写不错 来开始 自己写 二十秒钟自己写出来 然后来我们对答案 有人往前翻啊 可以允许你翻 翻了可以的 翻了不再写错 该当何罪 时间到 你写出来没有 还没有是吧 是吧 houses 世法 好了没有 抬头 开始啊 我们来对对答案 我不知道你写的对不对啊 你告诉我那些个结论 在出现之前 是不是有个前提啊 什么前提 来看讲义 我上面可写了啊 常用结论及其推定 是不是有那句话 但是我后面是不是有个括号 我写了什么 是不是得得得先可逆啊 听懂没 那不可逆的情况下 很多内容里面很多结论是推不出来的 是吧 所以你告诉我这题先干什么 对了 你现在把这个算出来吧 我看有多少人干这个活的 你是不是直接套公式去了 套公式之前 你看公式成立的前提是什么 当然 我相信 你可能会知道 他既然让用 肯定得成立 是吧 但是我作为数学的基本逻辑 还是得先验证一下 行李师等你解 四 答得好 这个不用我算啊 这东西你自己现在很容易算出来 是吧 展开式法呀 逆叙述法呀 都可以 是吧大家 都可以 好了 行列式是不是得四啊 这个不啰嗦了啊 行列式四是不得零 是不是叫可逆局战 这时候用什么 是不是用这几个 第一个 A的伴随的伴随 是不是得A的行列式的 N减二次方乘以A 待会得有这个吧 可是在用它之前 你必须把这二分之一搞掉吧 所以你应该记得是哪公式 是不是叫KA的伴随 是不是等于K的N减一次方乘A伴随 是吧大家 你要首先得能把K给它提走了 这个题呢 这个命题这样写 就是迷惑大家的 比如老师这里没有KA啊 怎么没有K啊 各位 你可不可以把A的伴随 先当成一个普通局战 它只要是局战 那不就行了吗 你不要 你也看那伴随不就完了吗 你能听到我意思吧 你不妨把它当成是 二分之一倍的B的伴随 这样说可以吧 这是个比 B不就是个局战吗 对不对 那么就这么就拿出来 只要把系数拿出来 就要写什么 N减一次方啊 听懂没 乘以B伴随嘛 那么就这意思吗 那实际上就是 二分之一的三减一次方 乘以B B次A伴随的伴随 这不就行了吗 这样说听懂没 那系数写对了吧 这迷惑学生主要就在这 你这一写伴随 他老是想着外面的伴随 这跟着没关系的 A的伴随也是一个矩阵 这样说可以了吧 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就有了 它就等于超这个了吧 它就等于二分之一的二次方 是不是四分之一 乘以 四 行列是吧 四的多少次方 三加二次方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吧 乘以A 原来就是A 你看多简单 对不对 这不约掉了吗 这这不约掉了吗 对不对大家 所以我说了 这种题也不简单 因为它可以把很多综合性的这些小零件扔到这个里面去 导致学生在这个位置上出现问题或者错误 多练去啊 各位多练习 哪个步骤不要出问题了 出错了 那这个就麻烦了 好了 我们把这个话剪掉 这是最复杂的一块啊 把话剪掉了 是不是等于A 写明白了没有 好了 这些小零件啊 把它弄清楚 好 由于它是A 故立即推 我们把它记定新式 好吧 所以新式来讲的话呢 它就变成了 A的伴随乘以B 是不是乘以A就行了 然后等于8倍的A逆B加12E 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了 是不是把这个挪过来是吧 减去8倍的A逆B 等于12倍的单位震 其实你12个E减过来也都可以的 但这提出来再说吧 立即推 怎么提 这个怎么办的话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 A的伴随等于什么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 A的伴随 因为你A逆都会求了 是吧 是等于A的行列式分之A逆 那么A的伴随就是 A的行列式是不是乘以A逆啊 这个前面也讲过了吧 这都是基本功势啊 所以为什么让你背啊 就背好它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等于4倍的A逆 对吧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 就可以变成了4倍的A逆 乘以BA减去8倍的A逆B 大家看到了吧 这里是不是出现了公共的音识了 等于12倍的单位震 是吧 好了 我上面就擦掉了啊 我往上写 你们继续往下写啊 这样我又得到了 继续往上写啊 那么这样提取出来啊 就可以得到 我把A逆B是不是提出去了 A逆B提出来 4A减8E 这个不需要 这是4 这是2 这是3 对不对大家 变成123了吧 把4约掉是吧 这样的话我把A逆B提出来 是不是剩下是 A减2E 是吧 各位对不对 是不是等于3倍的单位震 同学们 这是不是变成了 出这个 这个就是基本形式了 是不是 变成基本形了不 为什么这是基本形 位置矩阵是谁 B吧 这个东西 你不要招啊 我先看 这是不是那X啊 左边是不是乘以矩阵 右边是不是乘以矩阵 是不是等于C矩阵 对吧 变成基本形了 那你现在要问的事情是 是不是他俩得可逆啊 对了吧 可逆才行啊 不可逆不行的 不可逆不能这样 左右成逆了 这个没问题 你求A逆了嘛 我行列是A的行列是 是不是等于4啊 他或者说他已经写了A逆了 肯定可逆的 是不是这个不知道 是不是不知道 不理我 是不是不知道 是还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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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他 可逆不可逆 知道不知道 比如老师 知不知道我算一下 我就知道了 要不要算 要不要算 这个概念问题 你当然可以算 算出来 他可逆的 这不算本领 你怎么糊涂了 说过什么 这是不一大方块 这是不一大方块 这是不等于单位证 你三看他干嘛 三看他干嘛 三挪走 出过来就是了 放谁里面都行 如果两个方块 成全等于单位证 一定是可逆的 对不对 定义 这个是不需要验证的 他肯定是可逆取证 所以你看 哪个东西学都有用 你看这段在哪讲的 这段是不是应该在这 同学们是不是在这哪 是要不是 我是在这讲的 这件事 对吧 你怎么知道 A-1肯定 你都抽象举证 你都不知道你们是啥 没关系 只要两个方证 成全等于单位证 这两个方证 一定都是可逆取证 是不是在这讲的 他总有用处的 好 继续来 那么这样的话 由于我们都知道 他们是可逆取证了 那么这样可以直接 两边来乘他们的逆取证 说清楚没 好了 这样的话 B就等于 左乘A 乘三倍的E 右乘A-2E的N 可以了吧 我就不再啰嗦了 请同学们自行训练 好不好 因为什么呢 A你知道了 就在这 A-2E 是不是主对角线都-2 然后老老实实求你 各位这没有其他办法 你可以用A的伴随法 是不是 你还可以用初等变换法 是不是 不啰嗦了 自己算去了 所以最后的B矩阵 得出来等于 负三倍的001 100 010 请大家自练 自己去做 那么矩阵方程 我就先说到这里 因为在这部分 后面会给大家布置很多作业 你会去做 比如现在 现在是酒讲的 或者体验前提例的 你要好好通过训练去做 因为这种矩阵方程呢 它只有两个环节 第一个 就是给一个复杂方程 请同学们利用好三座大山 你同意吧 车等阵 伴随阵 可逆阵 是吧 他们的所有的概念和结论 都可能综合在里面 你要用好这些个概念性质 等等公式 化简方程 是吧 第二步 做加简乘除 算出最后的矩阵 对不对 这个在传统考题里 是考大题的 以往是考大题的 我们不知道 2019年 因为会给大家一个好的交代 那么这个交代 它会不会放水 放到这个程度 也出这种点 但是我跟你讲 我不认为这个叫真正的放水 因为这里面的小林 这儿太多 还不如真的让你解几个大方程组 那个说实话 没有太多细节 是吧 你还不一定错的 不好说 所以这很多东西是都有两面性的 好 这个说到这儿 按道理来讲 各位第二章学完了吧 第二章学完了 你看 我们学了矩阵的加减乘除 好 - 这儿